閻明熙唱歌在台上表演時 非常專業 完全看不出是一個這麼小的年輕人 但跟她說話就覺得很可愛 所以馬上送上閻明熙第一節的訪問 你聽的是星島A1中文電台 我是閻明熙 閻明熙年紀輕輕已經出道成為歌手 這位樂天女孩如何應付這一行 有喜歡你的人就自然會有不喜歡你的人 所以這件事我是看得比較慘 她又怎樣看自己各個花名 跟我在這些不同的影響也是有原因 要聽歌就一定要聽上蝕聽音樂 好高興啊 今天在社會身邊請來 現在紅獻中港的Gigi 閻明熙在這裡 Gigi 你好 你好 Gigi 我知道你最近很忙 也很感謝你可以接受到我們訪問 那不如先問一下你 其實我看過你 我其他訪問也說過 其實主要是全靠你阿菇獎 就發掘了你唱歌的天份 那當然她經常都陪伴著你 支持你在這一方面的發展 那我又反而想問一下你 最初譬如爸爸媽媽知道了你要走這條路 想參賽想入行的時候 他們有什麼反應 其實他們的反應是 我覺得他們都很一致 就是全力支持 因為那時候我沒有一個目標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種 哎呀 女兒將來怎麼辦 究竟要做什麼好 但是當他們知道我可能想學唱歌 然後他們都會一次去支持我 嗯 即是他們沒有擔心會不會太小 學業怎麼辦 他們沒有這些擔心 他們反而不會 他們是鼓勵我居多 嗯 那說回你自己唱歌 那你自己有沒有說 哪幾個歌手是你的偶像 你經常都會聽的 其實我沒有一個特定 即是經常聽 或者自己很喜歡的偶像 因為我全部人都喜歡 所以我聽歌的範圍 是都算是比較廣闊 而且不會只是聽一種類型的風格 哦 那你有沒有說不同語言 即是可能甚至英文歌 那些你都會聽 會 我會聽 例如廣東話歌 或者是普通話歌 或者是英文歌 韓文歌 日文歌等等都會聽 即是例如有時候 可能上網或者是手機 他有時候是會推介你 聽什麼歌 之後有時候我就會按進去了 按進去了 然後覺得很好聽 那我就會下載了 嗯 你有沒有說哪一位的歌手 譬如指定在香港的歌手 你自己很想合作的 沒有 如果我覺得 我是 即是 隨便一位 或者是任何一位 我都會非常開心 如果跟他合作不到的話 嗯 其實入行這麼久 我也知道有很多報道都說 譬如你又要兼顧學業 譬如你回了內地去拍聲心不識 可能要繼續要上學 那其實你覺得最辛苦是哪一件事呢 我就列了三件 就是一個可能要兼顧學業和工作 有些可能你一定會面對到的 就是網上的一些樂評 嗯 甚至是可能和家人會分開比較長時間 那你覺得哪一件是最辛苦呢 我覺得應該是第一件 嗯 我知道其實樂評 任何人都會有 或者是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平常的事情 因為 有喜歡你的人 就自然會有不喜歡你的人 所以這件事是 看得比較淡 還有自己 都算是一個樂天的人 就是 看到 看完這些樂評之後 我自己會很快就不記得 或者是 好像平時 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我都會很快就不記得 還有跟家人分開 也都不會令到我覺得很不開心 或者很辛苦 因為 自己好像慢慢長大 都開始理解 為什麼會這樣 或者是 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去做 所以自己都不會說 太 不開心 嗯 所以其實 兼顧學業和工作的話 如果在這三件事來說 應該是最辛苦 但是我覺得同時 都是一個挑戰 因為 覺得 是的 還有要珍惜它 因為 好像 很難有這個機會 可以兩樣都一起去做 是 另外一方面 我知道 你要這麼多工作 又要學習 又要兼顧家人的時候 其實你一定很大壓力 那你平時會做些什麼減壓的 其實我沒有一個特定的減壓方法 但是我亦有一個特定的減壓方法 因為我暫時還找不到其他 但是我覺得這個減壓方法 是 是幾無謂 還有好像幾無用 就是 我減壓的方法 就是把那個有壓力的東西做完 這樣就沒有減壓 就是 總之你 暫時是這樣 專心做好所有要做的事情 就沒有壓力了 沒錯 你不會說 有空會看電影 幫一下劇 那些會不會是容易令到你減壓呢 其實那些我 我 一般 因為 例如如果我看劇 或者看小說也好 我會希望它 是整個 透露 或者整個小說是完結了 那我去看的時候 才有個 延續下去的感覺 而不是看到一半停了 他看到一半停了 可能令到我更加大壓力 嗯 好的 我知道你之前參加了《星生不息》 我們這邊其實有很多多倫多的 你的粉絲 或者他們都很容易看 每個人都嘎嘎不絕口 那你最初知道 接了這個工作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很緊張 其實會的 還有我想了很多事情 例如 嗯 怎麼辦呢 我去到會不會做不到其他事情 或者是例如 我怎麼辦 我會不會很不適應 但是發現 去到是一個好的選擇 還有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嗯 當中有沒有一些 你自己最難忘的 一些時刻 你們可以分享一下 最難忘我覺得是 第一次開始拍這個節目 還有拍完這個節目 令到我是最難忘 當然過程之中 是吸收到很多很有用的經驗 還有眼界是大了 聽了第一節的賢明熙訪問之後 可能你會覺得 她真是一個很可愛很可愛的小女生 剛才說過參加《星夢傳奇》出身的賢明熙 後來呢 就去到內地參加這個電視節目《星生不息》 其實這個《星生不息》的節目 我自己都挺喜歡 因為她唱很多我們香港經典的廣東流行歌 還有將她重新編曲 找一些新的面孔 例如《閻明熙》 《魔動閃敗》 是可以看到的 各式各樣的曲風都可以carry到的 《閻明熙》到底她真正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她的性格是如何呢 我們繼續聽聽她的訪問吧 你在聽的是《星島A1》中文電台 我是閻明熙 而《閻明熙》年紀輕輕已經出道成為歌手 這位樂天女孩如何應付這一行 有喜歡你的人 就自然會有不喜歡你的人 所以這件事我看得比較慘 她又怎樣看自己的各個花名 和我起這些不同名字都是有原因 自從你越來越多人認識之後 我發覺網上搜尋一下 你也有很多花名 例如你最初參加比賽的時候 有人叫你做燒女jam 就是鄧紫棋 另外有人說你是火星女生 甚至乎這陣子你上了星生不息之後 很多人覺得很可愛 叫你做新一派的可愛教主 那這三個別名你最喜歡哪一個 我又沒有說最喜歡哪一個 因為呢 我想每個人和我起這些不同名字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不下手 但是 如果真的要我選一個 可能是火星女生 因為我發現現在很多人都會利用火星去聯繫我 因為很多人覺得你的對答 或者你的反應比較另類 可能是比較遲鈍 我看你在很多不同的演出裡面都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那你自己其實有沒有特別喜歡哪一個造型 覺得哪一個造型最搭配自己的 其實沒有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挑戰 所以可能大家聽我的唱歌 或者曲風上面都有不同的轉變 或者改變 所以 我又沒有覺得哪一個造型最搭配自己 但是 我想 那可愛應該和我拉不到軟的 哈哈哈 即是你喜歡可能走型格會好一點 通常都是 還有 以前大家第一眼看下去 會覺得 我應該是比較偏型那種 還有 就是偏酷那種 嗯 還有 會覺得可能有點囂張 但是 可能大家認識我之後 發現我是一個 外外的人 哦 但是你平時呢 你平時衣著 你是不是比較喜歡 比較隨便一點 就是T恤 沒錯 真的會比較隨便一點 嗯 那不如 就讓大家了解你更加多 不如 就來個快問快答 首先第一件事 不如告訴大家 你最喜歡的是什麼顏色 這個範圍太廣闊 我什麼顏色都喜歡 你沒有一個特別喜歡顏色的 沒錯 例如 所有東西都是 如果 我選一個特別喜歡的東西 我會選不到 但是如果說 我們那個 應援的顏色是什麼 就是紫色 還有 紅色 會比較偏多 大紅大紫的意思 沒錯 而且 因為我的名字 大家一看下去 都是 偏紅色 橙色 紫色 那種 因為都是偏火 所以 就會選這些顏色 好 第二件事 就是問你食物 你喜不喜歡吃東西 以及最喜歡吃什麼 非常喜歡吃東西 但是 我沒有一個特定喜歡吃的 我是看 那一天 是 例如 我突然很想吃甜的 我就會點一些甜的食物 或者那天 突然很想吃辣的 很辣的 我又會點辣的食物 所以 是 那一天 自己的狀態 你是不是吃得很辣的 其實我覺得還好 但是之前 聲心不息 我們結識到一些朋友 好像摩洞扇巴一樣 之後他們 約了我和Mike 他們一起去吃火鍋 有一天 因為他們是重慶人 然後他們帶了一些重慶的火鍋底料 然後一起去吃 之後呢 其實我覺得那個辣度是還好的 對我來說 但是他們 他們留給他們看 不過可能因為我 一邊吃蕃茄湯底 一邊吃辣的湯底 所以覺得沒什麼 OK 那另外 電視劇和電影 自己有沒有特別喜歡哪一套 唉 都是沒有的 但是 最近看的那一套電影 因為我好像很久都沒有看電影 然後最近看的那一套電影 是梅艷芳 嗯 這套電影真的 我覺得 很有意義 還有 很催淚 不知為什麼 是啊 我們這邊 也有上映 在多倫多 很多人看完都 一邊看一邊哭 是 真的很感動 是 好 那小動物呢 你自己有沒有說喜歡什麼小動物 你有沒有養寵物這樣 我沒有養寵物 但是我非常之希望可以養到寵物 我想 可能寵物都是我其中一個可以減壓的渠道 但是暫時我不想因為 因為 怎樣 因為 我自己的時間比較 可能 不可以真的放在寵物身上 所以我怕 他們反而會害了他們 所以 就沒有養到寵物 我會遲些再養寵物 嗯 原來 什麼動物都喜歡 只要牠不要傷害我 我也不會傷害牠 那如果養寵物 你會養貓仔還是狗仔 我想我會一起養 如果你說這兩個 希望我家可以變成一個動物園 但是要我有能力才可以 OK 好 最後問你這件事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做哪一項運動 都是沒有 但是平時 好像全部都沒有 對啊 但是我會幫助我的運動 我會做 例如 跑步 長跑 還有我喜歡打羽毛球 但是呢 他們每個人都說我打羽毛球不行 但是我覺得我進步了 所以主要都是玩這兩項運動 好像是 還有拉筒和跳舞 哦 是 你們一定要學跳舞 因為 但是 跳舞我最近都比較少跳 因為 沒有一個工作 或者是一個時間去尊嚴它 嗯 所以哪一種的舞步你都會想學一下 沒錯 而且 它可以幫助到肢體上的運用 例如 有時候唱歌是需要在肢體上 就是沒有可能 只是站著在那裡唱 是 所以有時候最少都要有些手部的運動 不是 手部的動作 是 沒錯 好 那不如最後你也說一下 你接下來 有什麼特別的工作安排 會不會說 有一些演唱會 個人演唱會 或者劇集 電影的參與 如果有這些的機會 當然非常之好 但是我想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工作安排 都是要公司去安排 還有 最特別的工作 就是 上學 對啊 因為接下來又要再開學了 沒錯 好的 那也謝謝你的時間 希望接下來可以看到你更多的 不同種類的演出 還有希望你可以有一張個人的大點可以出來 非常感謝你的祝福 好 謝謝 那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Gigi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